她满腔怒火 却默默隐忍 两个孩子就这么没了 你知道我有多疼吗 疼 她满怀愧疚 却无能为力 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都是我的命 一段不了的情 酿成三个人的悲剧 我跟佟新鸣清清白白 很清白 敬请收看《方圆剧镇》 十五集电视迷你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精编版 第三季 我们怀疑你跟田中勇的 一桩烟酒走上一关 麻烦你跟我们走着 就进一步调查 我感觉都是整理事 我不是个女孩 我是她的乱生妹妹 只要有我兄婆婆在 就要崇祯你家秀婚 压倒的度假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我喜欢你 我心里头是有你姐姐 我不想再提过去的事情 同行过 都是个复兴法 以后咱女儿啊 一定长得跟花一样的事 既然已经过去了 您就得把她放下 这样才能开始新的生活啊 看到你这么幸福 我试着放下来 我知道佟新鸣在哪儿 甩下来受伤了 我好像不动了 再一起呢 这手术都很亲自的 两个孩子可能都保不住了 这家的机器必须忍心 东西 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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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吃个啥 快说 口干舌燥 想喝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呢 有茶喝就不错了 说不说 你不说你给我滚啊 你怎么这样事啊 你动不动就让我滚 反正度假的事你也不敢进去 不说就不说 姑 我我走了啊 开闭 找个鸡来上 好的 看我姑对我多好 你们一来这给我炖鸡吃 哪是你俩呀 真是你 别说别说 理贩是吧 找了一晚上的同情面 没找着 找回家 我就陪黄大丽回家拿沙滩 然后莫名其妙地在路上 你们猜 我们看着啥了 让你说书呢 让你说重点 重点就是 那啥 我姑不是让你蹲鸡吗 你干啥呢 咋还不蹲呢 磨磨唧唧的在这 我把这做好了就去杀 然后吧 我跟黄大丽看见杜燥 就是瘫在地上 淋着雨 我这肚子说肚子躺开 啪流了一滩血 你说 他个大肚子 那么大晚上呢 出去干嘛呀 就是 然后就是 毒药吧 就冻了胎气 龙凤胎一个都没保住 龙凤胎没保住 哎呀 这太可惜了 然后华拉丽就抱抱着他 就送到医院去 去的时候 你才杜燥说了一句傻话 说什么 哎呀 童主任受伤了 快点上山救他呀 我灵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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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你妈 你怎么了 哎 那个世界上啊 没得比 失去自己的娃儿更痛苦的了 你这个都没有得到现在落河了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哪儿去 昨天正像大雨 我现在心里甩得不起 现在的医院里头 还不知道人能够用了 我听说 杜燥昨天晚上 都是为了同心们流产的 个人怀着个娃儿还去游会 凶人呗 你不要听外面人胡说 这里面肯定有个误会 童儿是个好姑娘啊 她跟我们心里是清清白白的 好姑娘 以我看啊 都像大家说的 她两姐妹都不受辅导 凶人呗 我看你真的误会她们啊 她两姐妹可都是好人的 但愿如此 她过去 她都对着娃儿了 你太杨柳车生活了这么多年 当年我姐姐身边那个娃儿 爷 你俩早就认识啊 聊啥呢 童爷爷 你知不知道杜燥半夜三更了 找童秦明说啥呀 我有事先走了 哎 童爷爷 新闻有没有跟你说的啥呀 你告诉我呗 你透露透露点消息 童爷爷你 童爷爷 我好不得了 你才不得了 我可以听说的 我听说了 不得了 我听说了 不得了 你不得了 爹爹 爹爹 您现在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反正到医院来了 要不去检查检查 您不知道 爹爹 杨大 我不放心了 你少和我做麻烦 少让我担心嘛 你不是向我保证过 你不再去找毒人呀 我没有 爹爹 我和燕子真的是清白的 但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把燕子害成这样的 大力 现在也不愿意听我解释 人在齐头上 你要理解 狂徹 他又死去一堆浓风胎 都怪我 修林哥 童爷爷 修林来了 修林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姐的情绪 现在也稳定些了 你 你跟我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是那句话 我和你姐之间 清清白白 请你相信 好短短的 怎么突然一下子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 我好像动了天使 周先生啊 你在山上 你受伤了 救他 你说那个杜亚也真是的 这么痴神干啥呀 你为了个童姓名这孩子呢 黄唐绿 黄唐绿 这女人子 放心吧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只是 如果以后再想回孕的话 恐怕会很困难吧 行呀 行呀 鸭儿行 鸭儿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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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让你脏 Nichols 玄真啊 大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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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就是个窝囊飞 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牵字 我什么都做不了 孩子没了 两个孩子就这么没了 不行 我要去找同学面算差 你不能去 大力 爸 爸我求你别拦着 我爸 我求你了爸 大力 别糊涂 大力啊 听爸一句劝吧 你是上个女婿 爸也是 我知道你心里憋屈 爸是过来人 你现在的心情 我是最累那些 爸 疼 你知道我有多疼吗 疼 我 知道 我 知道 当年小莲的身世 你是知道的 可那是我二十年的思想负担和心结 你 我后悔 我后悔 幸好后来一切都真相大 要不然 我会后悔一辈子 爸 妈 孩子没了 两个孩子都没了 都是因为童心明 都是因为他 都是因为他 听我说 就算是童心明害死了你的孩子 可那也是我的孙子 我的 我也会信他 现在孩子已经没了 燕子她的心里才是最难受的 你要是再有个什么 你还让燕子她活不活 爸知道 你是爱燕子 你要是珍惜爱她 你就不能这么干 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燕子都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我还是留不住她的心 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你别这样 我在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要不这样啊 等燕子出院了 你再找个机会 和她 心平气和的把事情问清楚 你不能再这样继续闹了 啊 人家的事情 已经够多的了 我跟你妈 都是一大半年纪的人了 实在是 担不起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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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慵良 走啊 燕子啊 来 喝点鸡汤吃吧 帮我来 好 您好 姐我喂您 我吃不下 姐 你就少喝一点吗 你现在身子虚 得补一补啊 你们都回去吧 我想自己待会儿 姐 你自己是该好好想想了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得折腾 妈 妈 你 爸 小脸 你们也回去吧 我没事 那你好好休息 千万别多想啊 记得把汤喝了 你也回去 我就在外边守着你姐 放心吧 那行 那我就先回去了吧 你自己也注意啊 好好好 有事来电话 好 知道了 哎 知道吗 李海龙好像已经被判刑了 啊 啊 他知道了啊 那走私再怎么也得判决嘛 可不是啊 哎呀 你说啥呢 说正确呢 哎呦 哎呦 看样子又是个九族饭子 是吧 在哪家蹭的 啥家蹭饭呢 我学二娃现在是近北西北 我跟你讲 就我那乌鸭来了以后啊 对我那是观心备致 天天那大鱼大肉 整的我都吃不下我 就 哎 你刚才说啥 海龙判刑了 不是 嗯 绝密消息 你妈 那真要是判刑的话 那小莲不是刚结婚就守活挂 那多难守活 就这样 嘿呦喂 小小娃 人家的媳妇你唱什么心哪 哎 对了 那童星鸣和杜燕的事 可都穿着呢 你是当事人 跟我们说说咋回事 走走走走走 想不想听 啥 天气炎热 说来话长 口干舌燥 来凭碳酸饮料 去 冰的 这二哥你来了 哦 你来得正好 走拿把鞭 那哈 海龙 判刑了 瞎说什么呢这 他说的 袁俊 哎呀 都是些谣言 你看你们还都当真了 哎 不过我说了 士俊 你们家海龙 到现在都没有放出来 我估计是不是这个 嗨 人都说了 杜家的里面不能去是不是啊 我看你们海龙这一去 要是真有什么事 你们李家可就是迷着那样了 这杜晓琳到时候能留在你家了 只怕 行行行行 哎 眼镜我听说你要进城打工啊 啥时候走啊 啊 夏业 眼 要进城打工啊 那你能放心吗 那城里可不比咱想想 那是美女如云 美腿如鳞 那到时候你们家眼镜 那眼镜片上又得多俩圈 哈哈哈哈哈哈 走了走了 钱 哎 钱你走 送的哈 快快快快 哎呀 还能吗 难道你真的不应该娶我吗 还能吗 难道你真的不应该娶我吗 这个黄达丽也是 都出院了 我来接一下 你少说养心了 我说老头子 你把这饭桶放里面干什么呀 不把衣服都沾上油了 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事呢真是 来 慢点啊 护士 拜托你一个事 麻烦你替我把这些东西 转交给二十双的毒烟 好 谢谢 走了 出院了 你还敢来呀 你害我们都要还害得不够吗 你要害得什么 妈 爸 你们到楼下等我 你 我说两句话就来 行了 我们就到楼下先等吧 走 事情已经这样了 也怨不得谁 别往心里去 对不起 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清清白白的 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都是我的命 好 好 清明哥 晓菱 清明哥 你姐刚出院了 我知道 我有事找你商量 你说 海龙这件事情好像挺严重的 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 他二叔二婶 现在是一点忙都不帮 我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想到什么办法 我要去城里找田晓妮 所以广播站的事情 还要跟你请一段时间的假 你是想你一个人进城 这件事情我想来想去 只有田晓妮最清楚 我得去问个明白 但是 我妈要知道了 她肯定不让我去 所以我只能先斩后奏 你帮我瞒着点 要不再还两天 等我好点了 我陪你一块去 清明哥 你放心吧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 这件事情不弄明白 我这个心一直悬着的 而且你也知道我脾气 我要是决定做的事情 谁也拦不住 那行吧 这些钱你拿着 这些钱你拿着 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行 这钱算我借你的 那清明哥我得走了 再晚就没有车了 自己多加小心 你也好好注意休息 去 我走了 去吧 大家在家里还做了这么多的菜 干 爸 爸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这小莲怎么还没回来呀 八晨到李家去了吧 那怎么行 妈 你非得让小莲回来 也不像话呀 你懂什么 这可稽古眼上 那李家还不把气 全撒在小莲子上啊 我那是心疼他 那先吃饭 吃完饭你再去 对对对 咱先吃饭啊 大力 来 先吃饭吧 爸 我先去鱼塘啊 先吃饭吧 不 大力 大力 晚上我去一趟 爸 没事 我去吧 叔叔 你好 麻烦问一下 你认识这个厂的老板吗 认识啊 我他们上次给你做的嘛 以前我在那儿当保安 她有个女儿叫田晓妮 你知道吗 听说前几天都放出了 那你知不知道 去哪里可以找到她呀 哪儿找到她 我都不晓得了 到处的人找嘴上呀 管早都跑路了哟 谢谢啊 没关系 不管怎么说 今天我酒全都给你打完了 我跟你说 你还是怎么在感谢我 你必须打完了 你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美女 没事 哎 要不 你陪我兄弟喝两杯 不 你瞎说什么呢 你喝多了吧 那个 你别听她的啊 她喝多了 不好意思 再走 林妮 拜拜 拜拜 走啊 你看什么呀 走 我问你说啊 给谁戴绿帽子了 你再胡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嘴 怎么 你以为你嗓门大我就怕你呀 这才嫁过来多久 你看看她什么时辰了 还不见人 想什么话呀 亲家母 小莲下午是回来过 可后来她又走了 哼什么呀哼 要不是你来 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 还敢跑到我们这儿来闹 我看呐 该要人的是我们 找我要人 我们家杜小莲就是被你们家厉害龙气跑的 你们都不要操了 鸡妈 你说我当初说什么来着 像这样的媳妇 要不得 亲家妹 那个女婉的家也不归宿 事要不得也 年事到外头就走喽 熊婆婆 你们都不用走了 齐明 哟 这是哪股子疯啊 把同主任都给吹过来了 都生成这个样子了 还那么日理万机的 我说啊 像我们这些鸡毛散皮的小事 您老人家呀 就甭吵醒了 毕竟伤筋动孤一百天哪 谁让她是村主任嘛 不好干哪 现在做事啊 一人做事多少人都盯着呢 不得有闪失 你们是因为小莲的事 发生争吵的吧 要你管 蝙蝠身上插鸡毛 你算什么鸟啊你 你碰事 你这是什么话呀 同主任是怕你们闹矛盾 所以才特意赶过来的 别干事 杜阿姨 我知道小莲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小莲尽生找天上逆去了 为海龙的事 她就是怕你们担心 不让她去 所以才先转后走 你看我 看我这傻女儿 都干了些什么事啊 别人不但不领情 还在背后说闲话呢 秦家伯 是我们误会了小莲 你就别往心里去啊 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看是狗咬皮影子 没点人味 说我们家小莲下了眼 秦家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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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走吧 秦家伯 李家的事情 今后都不用你操心了 我姐姐走了 李家的事情都是我说了算 那就希望您能够带领好李家 那个不用你说 还是自然的 打扰了 走吧 金平 开别 杨慧芬 收拾王快 吃饭了 试给你妈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怎么样 这死丫头 怎么手机还关机呀 要不 让童心铭帮忙找找 行了 童心铭 童心铭的 以后不要再提了 特别是在大力面前 你没看见 今天饭是做了 可是 什么话也没有 这说明还在赌气呢 老板 妈 给我拿瓶瓶瓶水 好的 妈 两块钱 你要不要 我的手机呢 什么手机啊 és 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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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去 去 来 海龙 老婆 别担心啊 你呢 回家把鸡蛋过度好 晚上我就回来喝 行 行 行 儿子 行 你没事 走吧 走 没事啊 海龙 我好想你啊 我怎么这么没用 天晓妮也没有找到 还把你送的手机给弄丢了 小脸 你可回来了你 你个死丫头你还知道回来呀 这脸色这么难看 小脸 这么烫 发烧了早 到屋里休息去 那就休息啊 来来来来 笛也是 小脸 这消息怪灵通的啊 小脸 海龙的事怎么样啊 你来了不问问我们家小脸 开口闭口就海龙海龙 怎么了小脸 你不舒服啊 废话 那发烧能舒服吗 你看都烫成什么样了 妈 妈 你没事 妈 我没有找到田晓妮 没找到啊 听你这意思 是怪我们家小脸了 没找到 这可怎么办 急死人了 妈 你别着急 我还会再想别的办法 好吧 小脸 只要你回来了 人又不舒服 去跟我回家好好休息 我好照顾你 还折腾什么呀 我们娘家没人照顾她呀 亲家母 这小脸就这么住回娘家 那别人知道了 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我不管 爱说什么说什么 妈 我没事 我回去了 哎呀你别走 你不在的时候 你那婆家 不知道把什么死分子 全扣在你身上去了 就是慧芬她 她胡说八道 她胡说八道 她不是你们家的 少说两句 那我跟我婆婆回去吧啊 不行 你要是回去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老太婆婆 我跟你说 小脸既然已经嫁到了李霞 那当然她就是李家的媳妇嘛 她有时无时都往娘家跑 村里的人知道了 会说闲话的 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不管 走 妈 咱讲点道理行不行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小脸不是在生病吗 你出来干吗 回去躺着去 我这不是听你们吵得大声 我出来看看吗 妈 我这么大的人了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你照顾好我姐 照顾好我爸和你自己就行了 别瞎担心啊 我走了走了啊 小脸 走了小脸 走了小脸 轻点给我轻点 那我们走了啊 好 你先让小脸 那婆婆回去嘛 慢点 我没事妈 小脸 小脸回来了 二叔 二婶 小脸身体不太舒服 让她先回房休息吧 去吧 小脸 尹姨 迷魂 大大 那海龙多事儿吧 白跑了一趟 又白跑 这是不是啊 他该不会是 到城里去找那个田晓妮 只是个广子吧 夜不归宿的 真干嘛去了 谁知道啊 干嘛你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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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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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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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